你現在看的是大爆死 Hello 歡迎回來大爆死的開箱時段 今天要和大家玩的是 MAX FACTORY Figma 493 號 赫字 RIDAR 師伏Version 小弟對於 Phage 的系列 基本上都會訂購、會買 這隻Volk 也不例外 看到徐大就好一點 開始要清洗舊債 不然每樣都還未開 馬上來看看 開出來內容如下 有個本體 例外有手型 有個Stand 表情方面有三個 第一個就是這個脫力的樣子 有一點點樣子,好像很High 很搞笑 然後就是一個吹號角的表情 最後就是一個笑眼 Bling Bling 眼的樣子 這三個表情都非常生鬼 有點正 另外當然少不了阿福的號角 背景方面大概差不多 好了,先指聲明 有玩FGO或者有看Page 紅黑的朋友 都會知道 其實阿斯托爾福 大家所謂的阿福 其實是一個紅豆豆的男子 為什麼他會穿女裝呢? 我容後再介紹一下 所以大家不要以為我在玩女性的Figure 大家可以忍若見到 其實他的腰是有一條馬甲線 是一個紅豆豆的男子 抱歉,說錯了 阿福的性別應該是阿福才對 好,我們現在先看看細節 好,近看就是這樣 不知道為什麼呢? 我覺得這隻的頸子好像很長 實物 什麼狀況呢? 好像有點長 有點Over 其實這隻已經是Figure 第二次出阿福 都OK的 大家看到的臉 都打了一些腮紅 都挺... 我想說少女 都挺漂亮的 我的衣服 這些位置 都有做到毛毛的紋 其實都挺仔細的 原來除了毛毛球之外 旁邊三口的一個袋子 都有做到 都挺仔細的 連一顆鈕也有上色 這些細的位置我覺得OK 後面 這件很可愛的蝙蝠 有個兔子衣 兔子衣有些小飾物 都有做到 造工是不錯的 看看先 這條Bel 這條Bel 就這樣固定了 不動不了 有個吊飾 都是黏死了 都是動不了的 那對鞋 鞋帶的樣子 都有做到 OK 細節方面大概是差不多 試試一些可動 雖然Figure 每隻都差不多 不過這個 手腳都有拉出色的關節 可以平舉得多些 好像有些進步 好像是 拉出了 就動得多很多 腹這個位置應該有個Hinge 大家可以看到 可以這樣前後 上 還有轉動也沒問題 頭有個Hinge 邊這裡也是一個Hinge 所以可以上下 和旋轉 腳 也是有一個拉出色的關節 可以踢得高些 嘶 我絕對不會說 黑絲好正 因為這個是兒子 OK 可動大概是差不多 這些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Figure 都很喜歡把裙子 這裏爆開些少少 讓大家的腳可以遞高些少 但是長期擺 可能會有變形的問題 大家就有空轉一下姿勢 讓膠彈回原位 大概就是這樣 現在試一下拍子 先換了一個笑眼 即是盒叫的笑眼 這個樣子很棒 眼睛變成星星 即是看到很喜歡的東西 這個樣子 是有點可愛的 這個樣子 好 然後就是這個脫力眼 這個樣子有點怪 可能這條頸的長 還有那個 我經常不知道 阿福那一點是不是牙 現在看上去 他的樣子好像有點怪怪的 這樣 這些樣子通常是剛剛睡醒的 或者是很累 那些樣子 那些樣子 都幾怪怪的 最後就換了幾樣東西 換了一個吹號角的表情 換了一隻拿號角的手 另外那邊換了一隻平手 這個表情是很棒的 即是呢 喜歡阿福的兄弟 應該覺得這個表情是幾萬用的 那小弟絕對不是四格漫畫的Master 這樣 一想到阿福就雞雞硬硬硬 這些小弟絕對不會 這個表情是幾有趣的 其實這個號角 在阿福原本的出處 這個法國的英雄史詩裡面 都是有的 阿斯托爾福其實就是這個 英格蘭的王子 英格蘭王的兒子 我估計他是王子 也是查爾曼十二騎士的其中一個成員 阿福就除了一隻神獸 即是一隻袖頭的獅子之外 他還有一個號角 這個號角很厲害 即是你一吹起 就可以吹飛敵人 所以 Phage的系列都拿了這兩個元素 來加入這個人物裡面 就是這樣 好 現在就跟之前出過的阿福 就放在一起了 之前那一隻戰鬥服 就有型很多 還有之前那一隻很棒 那一件斗篷 旁邊的毛毛是真毛毛 我覺得之前這隻很棒 大家細心看 其實頭雕是一模一樣的 但之前這隻可能有些盔甲 有一件斗篷 就沒有這隻顯得頸那麼長 好像也是之前這隻比較漂亮 還有 也是之前這隻的樣子女性化 雖然阿福是男人 我要重複多一次 但還是之前那隻比較漂亮 不過叫做 儲起來 現在動畫的潮流 流行畫過女人 之後說她是男人 其實阿福這個角色 在她的出典裡 她已經曾經穿過一次女裝 其實阿福本身已經被譽為理性蒸發 就跟遊戲中的名字是一樣的 為甚麼呢 其實她做事沒有理性 很放飛自我 很任性 所以就被形容為理性蒸發 有一次她的朋友 羅蘭失戀 傻了 脫掉衣服的試襲道 走來走去 阿福就為了哄她 就說 讓我去月球 幫你拿回理性 然後她穿了一件女裝 就去找她 就哄她 這樣 在這些情節 都充分感受到 法國人的大羅漫主義 是挺私情懷疑的 而Face系列的阿福 也拿了這個小小的橋段 去作為這個人物的靈感 又或者造型參考 於是就變成了女裝的阿福 大概就是這樣 結案陳詞 這隻東西大概500多元 坊間見是低至400宗左右 高至520 都是這個範圍 上落都會成70元 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可以去隔價才買 我自己覺得 這隻Figmar 的配件偏少 價錢也不在一個很低的水位 我覺得是少少偏貴的 現在Figmar 越賣越貴 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尤其是變幅這些 都蠻硬性的 我想你是很喜歡Face 或者很喜歡阿福 這個角色 才會去買 好像剛才這樣 拍在一起 明顯是之前的那隻 吸引一點 當然這隻Figmar 也有 值得讚的地方 表情很生氣 很有趣 這個我覺得是值得讚的 今天小弟已經開始 組裝模型了 到時就會慢慢補影片給大家 不會走大家送 好 今天玩了這麼多 下集再見 拜拜